大家好,我是蕭文喜 今天和大家講講3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幾個字 強行飛,強,弱飛,弱 先講試,今天試表現帥仔 全日都保持有升幅 2、3、8點在這裡升幅 最後升幅都接近2、8點 收2、7、6、5、7,升1、8、9、10點 成交1,505億 今天升得比較好就是恒指成分股 包括中國移動、匯豐等 以及地產股都升得比較好 看到中移動升1.8% 不過國企成分股 就是國企股 就有些拖累的事 令市的升幅收窄 看到平保1.8% 令市今天就不能夠高手 整體市況來說 今天回到開頭 點題幾個字 強非強、弱非弱 你說弱又不是很弱 起碼從消息配合 特別是外圍消息配合來說 算是強的 肯定是弱非弱 為何這麼說呢 先看 外圍債市表現是差的 昨天見到美國十元期國債資息 抽上的 上二利 二七 資息抽上之債價跌 股債的人 為何股債呢 歐洲數據 英語數據又偏強一點 全球債市普遍向下 這個對股市的氣氛當然不利 港股並未因此下錯 與此同時 亞洲股市都弱弱 以往來說差距性比又高 現在低一點韓國股 見到今天穿了前浪底 跌成0.89% 其實整個亞洲股市是跌多於升 加上連北面的內地股市 都是弱弱的 見到上映指數 今天雖然跌得不多 最後收市 但其實中間一段曾經跌4,822點 幸好最後產上來收 叫做跌少許 不過技術上來說 不算帥氣 近前浪頂和5,000點 雙重阻力 出現十字升的近次物體 在高位阻力是有的 並不帥氣 但即使是這樣 剛才說三方面的不帶利好的因素 都未令到恒指回軟 傳統智慧 壞消息出不跌 是市底強的表現 所謂弱非弱 但強又弱非強 因為今天有些消息出來 都是沒甚麼反應 好像其中一個 就是千鋒基金把A股納入 他們申請市場的股票ETF 整個股票不見得很大反應 第一 第二 你再看剛才雖然恒指升8、9點 但其實裏面很多數字顯示 其實升市闊度並不足夠 一方面恒指升8、9點 但其實跌的股票是多於升 25隻跌 23隻會升 而且成份股的板塊 都有升有跌 例如內人來說 工行就跌 健康的升 都是徵徵徵徵 不是普遍的升勢 只說整個市更加大劑 跌的股票超過1000隻 世價股當時是重災區 被陳家強提醒 人們的世價股要小心 然後世價股馬上有反應 今天跌得真是厲害 排頭位數字王國跌成四成多收 一度跌六成 非常厲害 第二位跌成四成 整個走勢是弱的 所謂強非強 又不強又不弱 那怎麼辦 建議看兩件事 第一 看兩天之後發生的事 是甚麼事 就是希臘的債務談判 又有一個跌落又來了 這個跌落究竟談得如何 應該會影響 雖然一貫說法 希臘談判的死線 是非常彈性的 但這次應該怎樣都會反應 第二個要看 恆生指數的走勢 恆生指數可以兩樣看法 一個是複色頭肩頂 又可以雙頭 但同時你說密集區 亦可以27,000和28,500之間上落 密集區暫時沒有方向 複色頭肩頂是偏弱 究竟是偏弱還是沒有甚麼 看兩個位置 27,000是否走到 以及28,500會破 隨便破一遍 有一個方向才會出現 看就看這兩件事 時間關係 今天的分析就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